老师教师节快乐 教师节快乐 要向了老师致感恩之意 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土壤 给这一颗种子 剥下了种子 人人都是粮食 好化粮食 让孩子一一成就 这叫做一生无量 这才是真正做老师的本职 回忆了过去 此季曾经有过 我心目中的老师李霍正 是我的弟子 也是我心目中的老师 心里在想 不知道能不能把这个身体 完完整整地交到 医学院的学生手上去做这个研究 当有一天他们真的 能够在我身上动刀子的时候 这是我心愿远满的事 李霍正 其实是大体老师 很特殊的 自己走回来的 大铁路走回来 那样的清安自在 在医院里那一段时间 我时常看她 她的微笑不曾经消失过 在她的脸上 所以这种生命 透彻生命 真正的功夫真大 她是老师 是生命老师 因为要盖新的教室啊 在我们组合屋教室里面 在上课的时候 大家看一下这么大的竹筒 那我们一个人呢 拿一个回家 把它存满了 我们就可以盖新的教室 我就很高兴带了一个人回家 回去存钱 要开学校 921的那一年啊 自不量力持续建了 五十一所学校 一口气的韧哑 五十一所学校 钱在哪里 我不知 我只知呢 孩子教育的学年有限 错过了时间 延缓了学年 对孩子的教育影响很大 一段时间我住在台中 就是为了希望工程 纸上画的我看不懂 到底它是有多大 我都要求呢 立体的模型 那一段时间的建设 一直以来 实际为台湾所建设的学校争夺 超开心的 是一个手掌 一个佛手 对我们称它为佛手 那那边的话 在拇指的地方 会有那个溜滑梯 所以每次下课的时候 我们就会先跑去 那个佛手的地方 排队完溜滑梯 影响我最深的就是要去感恩 去爱惜 一开始学校已经倒了 那并不是说我们想要盖学校 就会有钱可以盖 那那时候也明白说 为什么要存在竹筒的一个道理 因为就是要付出 那你才有办法去得到你想要的 那你得到之后 你会知道它是多么辛苦来得到 而且会珍惜 我们的方向 自为人师 看你的学生的成就 是我们滑稀充满 你用方法教导学生 所以学生接受你教育的方法 成就了他 也是立志业 花红业 代代志业 代代奉厌 这样团下去 这就是成功的老师